就是我們來看第一輪跟第二輪的運用的話 這個案例是問三十一火 然後出現了三生 偷到不協議 這邊是深夜 五夜在這 一夜在這 好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三分鐘 你在內心稍微 大概給這個案例下一個評論 第一個 他這輩子遇到了什麼樣的折磨 就是金釋怎麼樣了 你們簡單先這樣子問 第一個錢釋 他的善 惡 各有多少 第二個問題是 金釋 會受到什麼樣的 折磨 對 我有喜歡講折磨 就是不順利的意思 好 來 先想一下三分鐘 要多練習這樣的一個組合 那練習的組合之後 第一個你就會知道 我們接下來 你在看第三輪項的時候就會變得很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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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妖先說 妳說什麼 妳來先講妳的看法 妳沒辦法 沒有辦法 要什麼講 就是看妳的評測過怎麼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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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們心裡都有答案的人 其實不用特別跟我說 其實我過往都是這樣練習的 心裡有答案 然後呢 我會跟老師所講的答案 稍微去理對一下喔 差在哪裡 欸 我沒想到的 老師講了 但是我沒想到的 到底是哪一個點 是弄掉了 那個關鍵點就是 我們未來學習可以努力的方向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 妳一定要先去判斷第一輪像 她的善跟惡 比重在哪裡 請問她的善跟 有幾個 惡根 惡根喔 四輪 所以她前輩子 今世會成為人 前輩子主要的根源 是因為她其實也是犯很多不好的事情嗎 包括什麼 殺身 偷盜 惡口 跟邪見 主要是在這幾個區塊 所以當然我可以先簡單解釋就是 第一個 她其實前輩子 不是太好的人啦 師父說好了 不是太好的人 好 那再來我們要看看 今世受到什麼樣的折磨火爆 那我就會看啊 有殺身 有low down 有二頭 有邪見 好 我就會去分開來看 這個是身體健康 我就會稍微先看一下 這身體健康 這是財運 這個是人際關係 然後這個是觀念 我會稍微大概抓一下 但是呢 你的惡業來說 可以告訴我惡業裡面 誰現在是惡根 而呈現 部分的 所以第一個重點 你要先把惡口抓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她是惡上加惡 這是第一個最嚴重需要看的 這是第一順位嘛 好 其他的順位 你有沒有發現 殺身通道跟邪見都轉散了 但是他還是什麼 惡根 所以只要是惡根 他還是會有所謂的不順遂的事情發生 只是嚴重程度有沒有惡口來了這麼重 就沒有了 所以我會稍微的把它稍微再揮上一點 所以你看他的轉散的 你看這邊可以寫大某 二上加二的 那如果是二轉散的 我就會稍微寫一下 我就會稍微寫一下 有殺身 抽到 跟邪見 都轉散的 好 接著他的散業呢 還是散業的 他有沒有散業轉惡業的 有嗎 散業轉惡業的 沒有 沒有 所以不用寫 但是他有散 好散加好的 就是不邪疑 跟什麼 不談語 好 那我們先來分析一下 金氏會受到什麼樣的折磨 第一個 其實我們先看一下殺身 殺身他其實目前是轉小散 但是他還是有殺身葉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我會跟他聊 你請問如果有 而且你看他有邪見喔 要注意看 殺身跟邪見 通常我會稍微帶著一起看 他有殺身也有邪見 通常我會問他 他會不會常常做夢 會不會睡眠體質不好 會不會就是睡覺的時候 比較不好顧睡等等的 那了解之後呢 你會先讓他提醒 再來呢 你可以分析他有偷盜惡業 但是他偷盜現在是轉什麼 大散 可是還是有一個問題 畢竟他還是 二根 有二根存在的人 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 受到金錢上的折磨 擔憂 可是已經沒有這麼的嚴重了 所以你可以跟他說 其實他還是這輩子 有一點為了錢再煩惱 但是他可能可以蒙凶化吉 每當遇到需要錢的時候 就會有人來協助 或是就會有一個機會來協助他 度過這個難關 為什麼 因為他是二轉散的關係 雖然有波折 可是都可以解決 這個就是二轉散的概念 再來不邪疑 我為什麼先說 我先說二口 二口是他目前造成 他最困擾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 你的二口呢 是中二喔 二口中二 對於他現在的人際關係 第一個 一定常常跟人家吵架 所以我就會問他說 你現在做什麼工作 然後呢 你是不是有跟 如果他有真的在公司上 你說你是不是有跟公司的主管 跟公司的同事吵架呢 他一定會跟你說對 百分百的 一定會跟你說對 或是他有跟家人吵架 就是總而言 就是 不合就對了 他在哪裡喔 所以他現在今世受到的折磨 統稱來講的話 第一個 稍微講一下就是可能 會有輕微的失眠 輕微失眠 第二個 經濟上有壓力 但善可 沒這麼嚴重 三 就是 常跟人家吵架 呼呼不來 那為什麼我要說 呼呼不來呢 因為他還有邪見二分 所以 你覺得他真的呼呼 好呼呼嗎 因為他已經跟別人的觀念 有一點不太一致了 再加上他講話很容易跟人家 別人會誤會他 他可能是好意的 可是因為他死不來意 因為有邪見 所以他在人際關係上 常常會跟人家吵架 溝通不來 溝通不良 那當然你溝通不良 在工作上會有什麼問題 能升官嗎 能加薪嗎 不行 所以間接也有點影響到他的工作運 那與家人相處呢 溝通不來 那當然就會跟家人吵架 就容易吵架了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實際上 你們只要先判斷這個部分就好 第一階段先學怎麼判斷 善跟惡根到底有比重多少 善多的人代表他前輩子 或者這件事情的根源 符號是比較大的 那如果惡根多的人呢 很抱歉 波折就會來得多一點 那會在來自哪方面的波折 就要看他的惡根發生在哪裡 但是他的波折最大的 一定是惡上加惡的波折最嚴重 然後再來波折的就是惡轉善的 因為畢竟還是惡根 還是會承受一點辛苦 那福報就是他的善根 他的善根是不邪靈的 還有不貪欲 代表就是說他在感情上 跟異性相處上 或另外一半如果他有男朋友 原則上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相處上是非常融洽的 也不會被批評 也不會被害 也不會被外遇什麼都不會 那不貪欲呢也很不錯 表示說他很多事情是可以看淡的 譬如說人家稍微跟他談一些事情 他其實很容易就原諒了 或是就結束了 不會放在心上 這種不會放在心上的人 就叫做無為而為 就是我越不去在意他 結果反而得到更多 所以他是這種人 你想嘛 貪欣的人 他想要得到更多 但是得得到嗎 得不到 所以他越不貪欣 他就得到更多 所以這是他的整個狀況 這個這樣OK嗎 到目前為止 一二的輪像 可以喔 好 那我今天不會談第三輪像 第三輪像是下禮拜 才會把整個案例 一起丟給你們一起看 要緊接 不然你們一起問待 其實會不沙沙的 所以這樣這邊可以喔 好 那如果這樣看的話 我看一下 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他的二頭 是屬於二三加二的 你要幫他提醒一下 調整他的壞習慣 為什麼呢 他沒有稱恨心 所以這是他的壞習慣 是 他很容易就跟人家 吵架 沒有脾氣不好 個性及水海容易 就把冒冒冒出來了 但是他這種人 往往其實 很容易就是 就神經大嫂啊 搞不好他得罪的東西 好 好 對 好 可是天天他是中二 中二代表是 他是那個 累生累世的 壞習慣是很嚴重的 所以你也要幫助他 所以我們真的要修口言 所以凡事有很多東西 請他不要只看表象 請他冷靜下來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事情為什麼不能溝通 因為為什麼要跟你們講 說他冷靜 比較冷靜 他有邪見啊 有邪見的人 還有有殺生樂業的人啊 這種人都比較衝動 比較緊一點 脾氣會比較直接一點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這是帶有殺生的人的習性 就是加上他有惡口又有邪見 他很容易認為自己的東西就是對的 我不管人家怎麼說 我會希望別人以我的意見為主 可是天天他帶有邪見 所以他講的很多東西實際上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是這麼認同他 而會跟他進行所謂的吵架 爭辯會 那靈靜是好意的喔 可是他脾氣可能也不是很好啊 比較極限子一點 沒有耐心 所以這個時候我都會告訴他 因為靈靜告訴他狀況了 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要改像一個脾氣 很多事情呢 你可以停三秒 思考一下再跟對方回憶 也許這三秒 可以幫助你思考很多東西 因為生氣不決定 決定不生氣 這就是給他最好的寫照 這個人 生氣的時候做的決定 永遠都不是好決定 你決定後生氣 一定是給你自己打壓眼的嘛 所以這個人就是形容他 這太極了 不會冷靜 所以這個案子是這樣的 你會有什麼問題 可能會要看下一個案例 好嗎 我來找一個喔 就是散業無敵多的 然後你們來看看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不太好 在工作事業 這個很好解 就是有一點小小的關鍵 給你們看一下 你是生長的 你很開心 來不妨礙你 你很開心 你會想當我 你會想當我 很開心 很多東西 你又不妙 我前來 再找一个给你们好了 那也是蛮多 有一个是很伤心 有一个是很伤心 然后出现了 1 2 1 2 3 6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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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0 10 9 10 我們要先找出2 上 加2 再來2 轉3 再來3 轉2 它的影響順序是這樣來的 一定先找2轉2的 1轉2 轉 5 轉3 轉4 轉3 轉5 轉6 轉5 轉1 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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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1 轉4 轉6 這兩個暗力 我要先跟大家說 你有沒有發現他善根都是很多 然後二個都只有一個 對不對 這種人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他不管是這一位還是哪一位 只有剛剛好都是因為成功的事情 這兩位呢 你可以說他們叫 因為他們前輩子是不殺生 就所謂的善業居多的人 但是唯一不只有一個邪見 你們一定要注意看邪見是跟什麼有關 價值觀有關 可是你看他偏這邊前輩子都是善業喔 注意看這種人叫做高標準的完美主義者 因為他前輩子都是做好事都是好的業 那這輩子下來的時候 他基於承襲他前世的這些善根 他會對這些善根秉持的高標準 是不可以違背的 是不可以違背的 所以通常善根佔絕大部分的時候 而只有一個惡根的時候 那個惡根就是他的老鼠石 那這個人呢也是因為要求完美 在這一輩子就會對別人 他不叫做他也言語律己 但是他也言語待人 因為他也要求 因為他會讓我自己就是這麼的嚴謹 對待我自己 別人也應該要這樣做 所以我才會想要舉 都是曬恩的案例給你們看 這種人可以發現他的各種行為 是對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 左光極色的跟主業人 左邊那個人是刑警 左邊那個人是刑警 他是警察 所以他的確要求是蠻高的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右邊這個案例好了 有沒有二轉二的 有喔 有 一個 所以你看喔 這個在他第一順位來講 他目前的工作事業來講 其實對他來講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他的觀念 他的觀點 因為他有很多觀念觀點 所以沒有辦法接受人家給他的意見 甚至他會覺得別人給他的意見 其實我不是很能接受 因為就是他就是喜歡跟別人 他就是跟別人想說不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他想要來問工作呢 請問一下腹頭到現在轉什麼 腹葉嘛 然後腹沙斯轉什麼 腹葉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其實身體健康應該出問題了 再來他經濟上遇到困難了 所以他才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變得不順利了 尤其是在前這一方面 所以要跟著他真正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第一個 一定要優先請他改變他的觀念 那我還要跟你們大家說過 殺身跟斜線如果出現的話代表什麼 有無心中生需要超度 無心中也需要超度 那不殺身代表是叫做他是善良的 他是善良的人 他全世是沒有造成所謂的殺身業 可是今世為什麼是中二呢 他應該是這輩子有做出一些傷害生命的行為是在這輩子 所以這個女生 這個是女生喔 我就問他你有沒有拿小孩 還真的有 還真的有 他說那個是年輕的時候拿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有請他去上書文超度英靈的 OK嗎 這些比較單純啊 這些分析蠻單純的 你看嘛 不殺身轉二怎麼解讀呢 代表他本身是一個善良的人 他在前輩子的三世英國在工作世界上 或是他的英國是不會去傷害別人的生命的 可是這輩子卻轉中二 通常中二已經是到那種比較嚴重的程度了 然後再大家知道他搭配了一個叫斜線 所以其實斜線也我們就稱之為叫做武器單純嘛 所以你看你不殺身 有斜線進來的 通常這個就是要請他載上書文的 就是有小朋友 就是有小朋友 那這個小朋友當然也漸漸影響到了他的工作 因為本來他前輩子也沒有偷到 就是他本來不應該又為了錢財而困擾的 現在也開始受到困擾了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有點需要超過小朋友的 這阿姨OK嗎 善德華就不說了 武漢語言則上是他做很多事情 目前他這個人 別人都很相信他說的話 因為他非常講究信用 在這輩子也是這樣子的 所以是好 這樣講好 其實是大好 所以他這個人講話是非常有所謂的說服力 幸福程度的 那個幸 幸福 喔 可以嗎 好 然後他就受到五行的影響 所以他事業目前是不順利的 所以如果你在解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第一輪的現狀的時候 你第一個一定要直覺有這些問題 因為你第一輪直覺有這些問題 你在第三輪下的時候就會有答案 通常好不掉 嗯 那我看看有沒有這個 我看看有答案 看著 啊 我在有點歸 軍情惡 國將破 喔 這樣他是有一些東西出現的 OK 好 那個文像之後我在這邊的解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位刑警好了 都透過我們先來找有沒有偶準惡的 沒有 但是有沒有善轉惡的 善轉惡喔 沒有善轉惡的 1 2 3 所以我們先來看善轉惡 代表他是今世 已經變不好 而開始承受一些 就是因為夜暴影響 就是人家說的暴影 你看一下叫做伯二口 竟然是大惡 不其餘呢 中惡 不稱恨呢 小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都跟口葉跟異葉有關係對不對 有 所以他口葉跟異葉喔 不惡口轉成大惡 不其餘轉成中惡 然後不稱恨轉小惡 來 你告訴我 不其餘不惡口跟不其餘 其實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你覺得這個要怎麼看比較好 師傅 嗯 我覺得要怎麼看 這次是三月然後是十二月 蛤 蛤 三月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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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月嘛 對 今世受到的一些的影響 已經開始受到影響了 嗯 譬如說你本來你講的話 人家都會聽的 結果現在人家也不聽了 然後反而還會誤會你的意思 甚至呢 其實你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本來你們會刻意的去包裝 但是因為 連續受到 我覺得他是很壓力啦 你知道嗎 他剛剛有時候有不平衡 有沒有 壓力 他是來自於工作的壓力 他是做主持的嗎 是啊 那警察要包裝自己的情況 當然他要說一些話去 你要怎麼講 他是有跟我這樣聊啦 他說要去抓犯人的時候 小偷的時候 他要講一些別的話去勸 這些小偷 那他不是發自的 像明明就是覺得 討厭討厭 但是他一定要這樣包裝 他內心是抗拒的 抗拒用這種說詞去 對待他的這些犯人的 但是真正比較嚴重 你們要先挑一下 最大的是這個對不對 不二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不二口對於 他這個行進的工作來講 會遇到一些困難跟平靜 但他今天在跟犯人溝通的時候 你覺得犯人會理他嗎 你本來應該是基於 可能他這個優先出去跳輔導 你是好意的 犯人全部給你嗆回去 嗆久了之後 他壓力真的是很大的 好 那壓力大了之後 長官會給他一些壓力 其實他會不得不說出一些 叫做 這不其餘喔 他也叫做什麼呢 第一個你當 他有兩個對象 一個是對外 一個是對內 對內就是找藉口 對外就是包裝 講一些不實的話 所以其實以他這樣子來看的話 說真的 不承認轉成小惡 其實他內心有一點壓力了 又來自於其實如果你是不承認轉小惡 代表你是外在給他的一些壓力 外在給他的討厭 對他起承認心的意思 通常如果散轉惡 很大很大的因素都是由外在的第三者 對他造成的稱恨 對他造成的惡頭 還有對他造成的奇遇 是來自於這個地方的 可以嗎 所以那時候就是我有點忘了跟大家聊什麼 我記得他老師說他對於他的工作 開始有一點沒有熱忱了 然後有點沒有成就感 所以他有點對他工作 各方面他必須要展現出 他自己的工作多麼多麼多麼好 所以他是實際上是對內在為自己找一些 台階下安慰自己的話 然後呢 但是因為他又受到外在的影響 就是說長官各方面都一直罵他 各方面都不諒解他 實際上他也認為說他這個工作好像做得不是很好 所以他其實慢慢的成分性 對他來說也有內心開始慢慢產生了 所以他只會來問工作 他目前最大最大的因素 是來自於他跟他的同儕 已經處得沒有很好了 已經有糾紛了 已經有一些關鍵不合 關鍵不合 所以其實這個案子的話 我記得我看一下我剛剛講是 其實我還是忘記 其實我還是忘記 我腳一下 我記得我還是ister? Archie toner 我記得我記得我 electrical 我可以按摩 你 rocket 所以我幫我應該應該不會 喔 好 那時候我就跟他聊 其實他真正最大這個案子 最大最大的困難也是來自於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而已 然後不其餘是我有跟他聊就是 他最近因為他當時他來問事業嘛 我就來問他說 是事業是想要做什麼樣的改變嗎 他說他想要換到內琴 對 換到內琴 就是順不順利 順不適合再去考試換內琴 後來我就有跟他說 如果換內琴的話 因為還要結合一百八十九三片的輪向 一百八十九三片的輪向 所以我跟他說會辛苦一點啊 但是不至於說不可以 但是會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因為跟大家說 只要是不承認的話 轉小二 剛剛有提到 車門是什麼 沒有慰人運 沒有財運 然後還會跟附近的人失和 所以實際上 他這個來講 車門轉小二 難怪他已經產生了一些 叫做沒有慰人運了 所以他在這個目前的工作掌櫃上 反過來是沒有理他的 所以他才會想換工作 是從這邊來的 OK嗎 我再挑一個吧 請問老師 老師請問一下 好 如果人生 如果人生 如果人生的第三名家 沒有所謂的軍民 都隔離 對不對 那種都沒有殺身對不對 對 但是他的輪向有殺身 是有護士嗎 護護 那如果他拿掉小孩子 你不會跟他嗎 有先會喔 這個就有啊 這個 這個 你們看得出來啊 那是因為在他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要問他 然後我就問了說 你是不是有沒有緣分的小孩子 然後他本來跟我講就要說 喔 不夠了 我絕對沒有 我說不是不是你跟你講 我是你自己 有沒有沒有緣分的小孩 他才說有 可是他並沒有產生 他並沒有產生 他並沒有產生 對啊 所以那時候產生就是 就是很擴充複雜對不對 那當時他也要超 熱超度 熱 熱 有啦 有 對 那時候是有的 然後你是說 然後你是說 男生如果 有的沾場是君 然後又有殺生 沒有沒有 他沒有沾場 有君迷惡 那個君惡惡 那個君惡惡 對 他全部就有殺生故事故 那我可以 你這個 有沒有沒有留視掉 孩子這方面的問題嗎 男生嗎 是男生 對 看當時 不是要我給你指示嗎 不是問題啊 如果說你會 我第一次會不會 我會問這個問題 會冤苦惡 我會問說 沒有 我就會說你這個是 我還要看倫相啊 但是通常的話 如果你一般人 什麼倫相都很乾淨 可是卻出現了殺生中二 對 那一般大部分都是 約金債主或是主權工業為主 哦 會有工業的部分 因為通常你殺生要到中二的程度 你想啊 他不可能這輩子去砍人 不可能去殺人啊 不可能 那通常一定是 外在帶來給他的一些 那個責任 那為什麼會有外在的責任 就是工業 就是來自於主權工業 為多 或是他本身上輩子的 約金債的就比較多 嗯 通常是來自於這兩個 那就要看他輪相有沒有其他的 如果這個輪相還出現了一個東西 就叫做求婦子得如意 那就很明顯是主權 主權物理 對 那如果是出現什麼 求 求子女的如意 哦 那你可以問他有沒有一定 好 那求自己得如意 哦 求弟子得如意 對 求弟子得如意的話 一般可能會看有沒有說 弟就親臨 嗯 就是那種 可以親臨的問題 對啊 好 來找一個比較再更簡單一點的 來找一個比較再更簡單一點的 我發現最近來站台的人啊 好多口業啊 他在嘗試 莫法式 真的嗎 好 好 我找一個沒有口業的人啊 我找到了 嗯 可是時間有點不夠 我快速 快速給大家一起 來來來 這個很簡單算算哦 也是過穿新衣服 來 下身 下身過 通道 過 不協儀 過三 沒有口業 一業有承認 但是是轉扇 不協健 轉二 哦還有個不彈運 對不起 好 好 十三 好 好 十三 結果我就直接說了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會要想透明 各位看一下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他主要是要問三星螢火 主要是問三星螢火 那三星螢火來想的話呢 各位看一下他是二業多還是三業多 看起來是一樣多 那如果看起來一樣多的話 我們就不會去解釋他 什麼大二人大三人 是沒有的 我最多都會去解釋說 他到底現在目前所產生的補報業力在哪裡 第一個 二上加二的功勢兩個就很明顯了 砂身二轉二 可以 還是一樣可差 分到二轉二 其實受到財務上的困難的折磨 然後再來呢 不協贏轉二 還有什麼 不協健轉二 好跟大家說這個案件呢 其實如果以不協贏 這個我就會先判斷 第一個他身體健康不解釋 不是很OK的啦 很好不OK 經濟上也不是很OK 再來呢不協贏 就要注意了 他本來是不協贏 但是轉成富山 代表他現在在跟這個人結穩了 跟老公的相處上是有點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 然後再加上他本來不協贏 確轉富 所以其實有時候他表示他這個人的觀念 開始有點偏差了 關鍵上有點偏差 所以請他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當然是請他解決一個問題 第一個 他有扣到 我就會叫他做財務師 第二個他有殺身 然後不協健轉富的 我會叫他做上述文操作 再來參論 轉散 表示說他本身其實內心在上輩子 存在有一些壓力跟不明狀態 到驚噬還是有 所以他這個人可能會有一點陰晴不定 情緒上會不是很穩定的情形 可是會隨著他慢慢在這輩子看起來 是有慢慢轉好的 是有轉好的 因為他上輩子有個叫不貪欲 他會很容易放向一些執念執著 所以對於他的參觀心是有幫助的 是會消敏的 所以目前會造成他很多上面的不順利 是來自於這個像這個 不叫居多 微多 那偷到的話 直接請他做財務師處理 就可以了 OK嗎 所以可以給他下一個結論 這個人目前其實跟老公或夫妻關係的相處不成 第二個 加上他經濟上有點遇到一些困難 然後身體可能也不是睡得很好 因為他目前不寫間有轉成復散 代表是他今天事實有一些 受到一些第一個關鍵的影響 第二個 我們不尋常可能也來找他 或屬於他的來找他 請他幫忙的來找他 OK嗎 嗯 所以這個就是直接超度跟財務師做處理就好了 至於不諧疑的部分呢 通常 其實這個這個功課啊 我們還是有要教他 因為不諧疑轉步三 其實可以跟他做遙遙他跟老公的相處 你可以發現 其實原本他是不邪疑 但是轉成邪疑的話 有可能一一一方面 並且是他自己觀念不對喔 是他的 你當然是有可能啊 有可能 對 但是有可能 像這個不邪疑的話 也有可能是他的老公 造成他受不了了 就是有點類似造成他一些傷害 所以加住在他身上的 所以這輩子才會轉變 所以我都會跟他稍微聊一下這個問題 那當然不排除 不諧疑轉步三 跟殺身過二 不諧疑轉步三 是有可能是有因緣的問題啊 對啊 忍生的 嗯 有可能是 對忍生的喔 這個人 有超過因緣嗎 這個人是先超過 殺身的嗎 對 先超過殺身業的 然後我跟他說 你做完功課之後 再回來一次 因為是 台湯佛堂是一個一個先處理的 不是一次喔 不是一次 對 他是一項一項處理的 那因為這個師姐 就我對她的了解是 她其實 領廈心愛邪戒蠻 發生蠻重的 本來不邪戒 轉邪戒是 那對於很多現在的現況的想法 都已經開始 會開始 但是她心裡會有一點 你看那些聲音 就說為什麼是這樣 難道怎麼樣呢 或怎麼樣 開始已經開始有 相左的意見了 目前就我所了解的 那當她本來正常好好 卻出現相左意見的時候 通常真的這個都是 比較有可能的 被干擾啦 那是被誰干擾 可能就會來自於 因緣的 跟其他的 一起在主 所以這個其實 處理上 還蠻單純的 只是我們都會 慢慢的勾頭 慢慢勾頭 好 好 那很多案例呢 其實不是在今天 或是這幾次的 一禮拜裡面 就可以全部講完 但是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未來有機會 其實我們都會陸續續 開那個 戰塔的時候對不對 多來上 因為每次上的 中階的案例 絕對是不一樣 就一直不斷累積 不斷的累積 大家就重複上 那我們 明天沒有上戰塔 是下禮拜一上 那下禮拜一的話 會把 我就會進行 比較多的案例給大家了 因爲案例的研討 跟案例的練習 對各位在提升 戰塔是比較有幫助的 所以各位如果 左邊有那個 戰塔 或是窮人 或者是 那個新書 我們有189連項的 白話解釋 你就先把它帶來 因爲189連項 在運用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 是需要使用你們去辦的 因為我們沒辦法 1到189 一個個念給你們聽 但是會用案例 因為案例是最常觸見那些 那些輪向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